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开始看上去神情凝重 得知并无大碍后 开始数落他 俩老人一直半嘴 谁也不肯让自己吃亏 差不多一天过去了 也没有子女敢来照顾老人 连个电话未问都没有 有人猜测 他们是孤寡老人 后来得知 他们有八个儿女 前任生了五个 两人重组家庭后 又生了三个 老太太说 各有各的事要忙 不打算告诉他们了 我们从来都是自己进医院 出院了 他们都不知道 老大爷说 主要是人家也怕破费 有一次吧 我们要去一个地方 碰到其中一个女婿 她说太远了 帮我们打个车 车门关上 连五块钱的车费都舍不得给 有一天深夜 急症室送来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 对于这种病情严重的患者 医院都是先抢救 再让家属交钱 老太太苏醒了 医院让家属去办理入院手续 流程差不多走完了 得知要交五千块钱 家属犹豫了 来的一共有五个儿子 只有其中一个愿意交钱 其他的都说没钱 兄弟们的意见是 老人家已一把年纪了 没必要治了 交了五千不一定治得好 这次交完还得交下次 拉回家等死吧 那个愿意交钱的儿子 在媳妇的阻挠下也妥协了 后来护士去给老太太拔针 他紧紧拽着护士不肯拔 那是他的求生本能 他还不想死 这件事在周围病房传开了 很多人表示 这样的病人不止一个 有个建筑工人脑出血 被工友送进医院 急需手术处理 家属在外地未能赶到 电话紧急沟通 同意手术 术后转入ICU 当天晚上 儿子赶到 医生交代了病情 得知检查结果 即存在了一些风险 再出血 可能有失语 及右侧肢体偏瘫等后遗症 第二天早上护士查房 患者反应明显好转 适当镇静震痛下 有较好的自主呼吸触发 但患者儿子 要求把管停药出院 而且打算直接拖去火葬场 把管后 患者自主呼吸良好 养合正常 没人敢拉他去火葬场 拉回当地又觉得费用太贵 所以出院后 就摆在急诊科门口 患者常年饮酒 高血压未服药 丧偶 有个毒子 儿子表示 活下来生活负担太重 不如让他死了 我的父亲被确诊为脑梗塞 一只手没有知觉 走起路有些费劲 多亏发现得早 遵医嘱治疗 能恢复到行动自如 生活自理 但是这几天 我总是做噩梦 当初他们要是让我辍学 相当于给我拔针 我现在的人生会是怎样 在我很小的时候 我家住的房子很简陋 只有支撑的外结构 是用石头砌的 用来做隔断的墙壁 全部由竹条编成 牛粪混合石灰 附在竹条上 夏天起风 甚至还散发出青草的味道 在县城读书那几年 我和父母住在一起 租的房子是那种经常停水停电的贫民窟 这让我一度很自卑 从灵魂深处鄙视自己 去了同学的家后 不敢带他们去自己家 同学每次问我家住哪里 我都指个大致方向 含糊其词 让他们以为我住在那一片附近的好房子 甚至有一段时间搬家了 我都不敢告诉别人 每次陪他们按照原路走一段 接着才走回家 还有一次 我拿着钱去报名 父亲不放心 非要跟着 我聊下狠话 你要是跟着 我就不读书了 后来 他只得换上 沾满水泥沙浆的衣服裤子 答应去工地 可是 当我到学校没多久 替老师去楼上搬东西 却在视野开阔的地带 发现父亲就在大门口 他东张西望 勾搂着背 一身泥浆 试图在拔劫风掌的学生人群里 找寻他那个不到一米五的儿子 那天为了躲他 我溜到学校后山 待了一下午 仿佛和他撞见 会在同学们面前丢尽颜面 父亲十四岁 开始给人家当学徒 他是最出色的父亲 一把砖刀 一把卷尺 撑起一个家 把子女 当成余生的希望 但他也是 最没出息的泥瓦匠 为别人 建造了很多楼房 家人 只能对着牛粪墙 在我的印象中 父亲总是硬朗 他生如红中 不分青红皂白 爱骂人 我实在不敢想象 他也会老去 一是前几天拍片 我才第一次看到 父亲的身体 瘦的皮包骨 也才得知 他已经很长一段时间 每顿只吃一碗饭了 以前觉得父亲 蛮横不讲理 总想逃离那个 争吵不休的家 去外面的世界闯荡 如今还没混出一个人样 父亲走路 已经需要扶墙 2016年腊月底 我开车撞了一辆奥迪 第一次撞车没经验 整个人都是懵的 父亲赶到现场 车主还在冲我发火 他竟和车主争吵起来 每一句话都蛮横不讲理 却是对我的袒护 所谓父爱如山 就是在你虚弱 腿软的时候 在你背后 撑住你的那座山 交警出过现场 我的车 需要开到交警队扣押 温延的山路 罩着浓雾 能进度不足一米 父亲骑着摩托车 在前面为我引路 我以十多码的车速 艰难滑行 路面开始结冰 我开着空调 还是止不住哆嗦 父亲出门急 连手套都没戴 回家的时候 我说 爸 要不让我来骑回去吧 太冷了 他说 这条路你不输 骑车不比开车 我是洞习惯了的 前段时间做工 每天至少都在路上跑两趟 比这冷的时候多了去 我的眼泪瞬间滑落 父亲五十岁 父亲五十岁开始学骑摩托 也不知摔了多少跟头 为了做工 一年四季 无论刮风下雨降雪 都会穿行在这样的路上 父亲骑着摩托 带我回家 天空开始飘雪 二十多公里的乡村路上 我贴紧父亲 再次感到他后背 舷来的温度 我的双手 拂过他突起的脊梁 就像走过一道道 爱的山港 医生说 父亲的病 需要带她多出去走走 这几天天气不错 每天用完药 她都要出门散散步 我们就在她后面跟着 发现她真的没有以前精明了 总是找不到回医院的路 我变得害怕 无奈和悲凉在一瞬间将我淹没 我甚至不敢去想象 将来我该如何站在我的孩子身后 让他正视我的衰老 有时候真的特别担心 自己的努力程度 会跟不上父母老去的速度 子欲养而亲不待这句话指的 不单是小辈有赡养之心时 长辈嫁和稀去 还有长辈健在 我想尽孝 却没有历史 长辈等不到我的强大 如果觉得人生太难 就去医院走走 还有太多的人饱受病痛折磨 你要照顾好自己 但千万不能矫情 比起生死 你眼前暂时出现的那些困难 都不算什么 只要活着 就还能等到阳光照进生活 梦想 照进现实 请加倍努力 不要等到家人需要你的时候 除了泪水 一无所有 请咬牙硬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